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 想要请教一下 昨天的反红美图过两万人上街游行怎么看 这个问题我早说了 可是我几天前就说了 甚至几天他没人相信 对不对 这个媒体报导要中间 不然就无法误天 所以每一个都有良知良能的 我看到有个男头的 我不晓得是不是我最近要再找那个 我去了男头以后 他想要报道 那那个就辞职了 一个记者 我是觉得说 你们都是个初中的学生 跟你们如果说有不合情理的 所以我现在新闻要报道要中间 我早说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国民党现在民调会下跌 所以候选人被受累 关键就是国民党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 让所有的候选人都受累 我是两边受累 一边是黑锅 一边是炸锅 所以 可是外面所有人都报道 我是什么 我是 后面有一群国民党人在支持我 我讲事实兽与圣与雄变 你们一定要中间报道 这个 我 我会 你放心 就刚刚对女士的朋友说的 我这些人是打不倒的 打不死的 因为正义永远是胜利的 我是正义胜利联盟 好 再来还有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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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一个问题 我跟你讲 我在昨天前天请孙正义来 请美国的Michael Marks来 他是Tesla的 Tesla CEO 他现在的智能建筑的房子 是世界最一流的 我这样子有上千人的产业界人士 对于未来的科技 对AI 我看东升做了好多访问 我昨天两点半还看 我两点半回去还看 我看到快三点来 你们差不多两点半结束了 我两点二几分上去看十几分钟 对东升财经台 我觉得我给东升鼓掌 为什么 把它全程录影下来报 还请很多财经专家来解释 我想请问一下 我这个算不算造经济的事 算不算造科技的事 算不算造AI的事 我记得里面有一位财经专家 我认识他讲 他就举林聪明 火锅 那个砂锅宇宙店来讲 他说他就是希望用AI 我们跟这个西罗瑞森酱油用AI 也是联合报就登了 我是像这种媒体我就尊敬 为什么 而且我讲过 当这个 你们东升有说到我 联合报是连我的民族没有提到 算是我一手推动的酱油AI化 我认为说不重要 重要的是台湾的 就是AI跟庶民经济绝对可以结合 我会几个月的时间秀给你们看成果 我一定在选前 大选之前给大家看成果 我怎么样把台湾西罗最好的 好西罗水西罗米变成最好的酱油 行驾到全世界各级去 把家益最好的砂锅鱼桶汤 怎么样用能力物流 用大数据送到每个人的家里去 谁说摊贩经济 不能够变成高科技 我们服务业要加薪 如果服务业的老板 小摊贩不能够赚到钱 跟世界去拼科技 产业升级 台湾的这个加薪的问题 永远不能解决 所以我不再拼选举 我再不再拼造势 我再拼做事 我再拼引进科技 我在未来 我想未来的科技发展 做我的平台的架设 我觉得这个比造势更有 更有 只是说 媒体不报 所以感谢里面通声报 感谢联合报把社论写在第一个 会降于写个社论 这些都是值得去推广 因为老百姓的头脑跟眼睛 现在国中生 他们不再笨 不再人云亦云 不再听大人怎么喊 他就怎么喊 他们要司法他们的未来 我都在做这个事 好不好 下一个 请问 我想请教 王金平他说 他要选到底 那你认为他真的会脱党 参选到底吗 我一再的呼吁 国民党 大家要弄清楚 王金党当初为什么脱党的原因 有那么清楚 国民党的党中央 有没有去大力的去慰问 去协调 国民党 有没有重视 预见问题 预见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完院长的陆军 国民党2020年要赢 就很难 那我不晓得 国民党党中央 有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当然不愿意 见到王院长 离开他那么多年的国民党 变成另外一个竞争 但是我们希望党中央 要赶快采取相关的行动 这个 你们也可以问一下 王院长 其实王院长去包水饺 是吧 是吧 就是我看谁跟我讲 在包水饺 我看了不些 对 因为当初我请他吃水饺 他觉得水饺好吃 我就给他配方了 但是王院长现在包水饺很厉害 这个 我等我三场辩论会过以后 我再来 有机会 绝对有机会 朋友 会因为选举 忘掉情分 这是光宫的精神 不管我们将来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人的友谊 人的信念 人的这个 彼此了解 就是做人的人格 不会因为选举而受到不好的影响 这点我很确定 好不好 还有没有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郭董好 我是台北之音电台的记者 我是台北之音电台 台北之音电台记者 那有一个关于昨天那个蔡总统又来黑锅的问题 想要请教郭董 就是说 就是郭董多次强调说 您有回台 就是说在高雄要准备要增值投资设厂的问题吗 那昨天蔡总统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讲 也是批评您是说 就是说今年中美贸易大战 很多台商回流了 那可是电子产业五个龙头也回来台湾增值 那蔡总统强调说 除了郭董的公司之外 除外 这样这黑锅的言论是对您不太公平 那请问您的看法 我问蔡总统的问题是哪里 他没有回答是打非所问 他不及格 我说中美台湾跟大陆的贸易 他可以顺差一年有八百亿美金 他要还是不要 说清楚讲明白 他没有车进讲明白去做 第一个 第二个我说台湾不要说平庸式的成长 第三个 我们说五缺六缺 我到每个地方去 我到新竹科学园区 我到台南科学园区 每一个人讲都一样 你们都听到了 台湾的台中工具机机 工具机工位 机械工位 模具工位 订单平时都掉了三成到五成 政府采取什么行动 对 所以 政府今天呢 我问你去看一下它的行事力 除了选举就是选举 所以他们还有资格批评韩市长 我现在是无业游民 我专心做事 我现在是失业的人口 就算失业率增加一个 我现在没有职业 我专心来选举 因为这样子我可以把事情做好 他身为总统 他那么多国家资源 他有多少的时间 你问他我问他 他有多少时间在选举 有多少时间在做国政 那如果他 这个时间表没有列出来给大家 公开大出去给大家看 对 那我觉得 他还是好像好好回去 对台湾的经济做一些功课 不然呢 明年1月11号 他会输得更长 好不好 好,谢谢大家